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可能大家也有去過公廁啦 發覺大陸公廁其實是見不到有免費紙巾的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呢 不如我們先看看一條影片吧 影片上面就看到了 就有大媽在搶紙巾 不用一分鐘時間了 二十幾秒 就已經可以把整卷的刺刺搶完 事後笑容相當之滿足 而這個搶紙巾的地點就是大陸重慶的公廁前面 當時工作人員就在公廁外面換上給市民用的掛牆刺刺 附近這群大媽其實一眼看到就衝過去搶 甚至一過去搶都不夠 有五個大媽就一齊大家鬥搶 其實他們這一種做法是相當自私的 為何會說自私 因為你一個人搶完等於後面其他人不用用啦 人家補多少你搶多少 其實質素非常之低的 所以大家現在應該知道為何 大陸的公廁會整天沒有紙巾 因為就是這些人一下子搶完 但是搞到最後大家都沒得用索性就不放上去啦 還有這樣搶紙巾 你搶完回去真是會用嗎 因為你見到他搶出來的紙巾都脫了地都很髒的 而除了搶紙巾之外 其實大陸都有很多東西是要搶的 包括你那些鄉下地方去喝的 那些人吃東西其實都是搶的 總之你在這些地方你不搶你就吃虧 就變到大家一不搶就怕自己 可能用都沒得用就變成有這樣的做法 其實他們這樣搶法是跟偷紙巾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那真是很多這些千奇百趣的新聞 好啦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裡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